其實我覺得對一個品牌 對一個企業來講 大概有兩個層面 第一個是提供內部員工的一個領居力 讓大家可以知道說 今天在公司裡面上班 是有一個認同感的 那對外呢 因為其實品牌也是一個企業的 經營價值的一個傳遞 讓外面的人知道說 公司到底在做什麼 然後所秉持的一些理念是什麼 其實我們都知道打造一個品牌 其實是一個持久戰和耐力戰 那目前在公司裡面呢 我們必須要不斷的去做內部的溝通 讓各部門的同仁可以知道說 我們到底在做什麼 那這些的內化呢 其實需要一個時間 那另外還有就是說 打造一個品牌 他並沒有辦法 用一個很簡單的KPI 然後就去review他這個進入 所以說公司也必須要一直投入 不斷的一些投入資源 那我相信在打造這些品牌 只要是企業有他相對應的決心 未來應該可以實際成功的去做入除 其實我覺得 要設定一個品牌 其實也是一個很不容易的事情 那參加這個品牌台灣計畫呢 坦白說可以讓公司 有一系列系統性的 慢慢的把這個品牌給營造出來 也讓內部的員工 可以有相對應的連結 然後也可以適當的 藉由這些品牌當中的品牌 去傳遞企業的品牌價值 來給社會大眾 謝謝大家